委托回欧盟控制权 欧尔班正式向冯德莱恩宣战 给中国一颗定心丸 最近欧洲政团发生巨阵 英国换了个新手下上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指政党地位 饥饥可危 在这之前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 选举基本上也有定论了 欧盟各国领导人 同意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连任 尽管他缠绕着多个丑闻 被质疑是美国代理人 之前被爆 法德试图提换掉他 但最终还是沉默了 再加少美国力推 这个结果也不奇怪 只是卧龙没走 又来一个凤处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也将接任欧盟外长的职位 在这些背景下 欧盟刺头又冒出来了 匈牙利刚接任欧盟轮值国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就立即紧密访问乌克兰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而这次出行有人很急 德国总理舒尔茨发出严厉警告 匈牙利随即取消了德国副外长 贝尔伯克 原定的访问 冯德雷恩和北约秘书长 斯图尔腾贝格都很急 强调匈牙利代表不了欧盟和北约 不仅如此 在欧尔班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前一天 欧尔班宣布和奥地利 杰克的右衣政党成立欧洲议会新党团 欧洲爱国者 提拿欧洲更多的极右衣政党 从6月欧洲大选期间 就能明显看到欧盟多国右衣政党表现非常强劲 虽然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仍然还是冯德雷恩带领的 中右衣欧洲人民党 但是遭到极右衣党团的挑战 欧尔班组建的欧洲爱国者还在扩大 法国庞勒领导的极右衣政党国民联盟 和意大利副总理法尔维尼领导的意大利联盟党 将加入这个新党团 为了这个右衣团体将成为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团 估计之后德国的选择党可能也会加入 但目前还没有消息 而新的三大党团诞生 势必会冲击冯德雷恩 冯德雷恩多次给欧尔班上演要 但欧尔班也毫不掩饰对冯德雷恩的厌恶 在这前不久 他就抨击欧盟在冯德雷恩任期经历最糟糕的五年 呼吁撤掉冯德雷恩 他还情调 如果欧洲人想要跟上美国人的步伐 就必须再次站起来 冯德雷恩推行的政策似乎没有从欧盟利益出发 而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出牌 忍了这么久 欧洲终于有人挑头 与冯德雷恩分厅抗礼了 欧尔班手腕也很高超 借用自己今年在欧盟的身份 右翼的风潮 迅速搭好台子 找来同伴 避免在欧盟中势胆力薄 如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 欧洲右倾化会加速推进 欧尔班阵营的力量会进一步提升 而且欧尔班接连访问乌克兰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跟各方都能接触沟通 这在欧洲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牌面 他说这次是和平之旅 但大家都知道是很困难的 办不办得成 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它的人设立住了 在欧盟中话语权瞬间提升 虽然每一西方媒体 极力想要把他们贴上极右翼标签 但现在这些所谓的极右翼 反而更像个正常人 而不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 欧尔班也是掐锋其实了 欧盟跟着美国 设弃俄罗斯廉价能源 已经自断了一个臂膀 现在冯德雷恩又开始跟着美国 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 下证关税 还准备在光伏等多个领域出手 跟中国贸易战的风险急剧上升 这等于自断另一个臂膀 他们害怕中国的反击 但又被欧盟裹挟 则是欧尔班来抗衡冯德雷恩 他们是乐见于此的 未来几年也是中欧关系的一个 关键节点 欧尔班无疑是我们的一颗定心丸 但也不要抱有多大幻想 美国对欧洲的深度渗透 一时半会儿很难交除 正所谓欧尔班要反天刚 欧盟风云变幻间 中欧博弈正当时定心丸来 吻波兰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关注我们下集再见